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近几个月天灾频传 极端气候跟环境保护的议题 越来越多人在讨论 也因此ESG的永续经营跟投资的概念 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 那到底什么是ESG ESG又跟房地产投资之间有什么的相关联系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SG又可以称为ESG投资 永续投资 是一种对公司引领的标准 评分指标 分为environmental环境 social社会 governance公司治理这三个指标 符合ESG标准的企业能促进永续发展 为环境社会经济带来正面效益 并且实践企业的社会责任 换句话说 未来企业有ESG才有EPS 能得到股东 品牌商与消费者等人的认可 进而让股东投入资金 客户愿意下单 否则可能连登上擂台 与同业竞争的资格都没有 尤其根据联合国统计 全球有40%的能源消耗在房地产与建筑业 这个更是各国减碳 要符合ESG标准的重要产业之一 像土地资产活化 我觉得就是ESG跟不动产息息相关的议题 未来地上权会大于所有权的趋势 越来越明显 从两个方面来看 这次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土石流 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 包含非常注重环境保护的德国 也发生了严重的灾情 因此未来人们将更注重土地不能过度开发 能使用的土地资源越来越稀有及珍贵 另一方面 远居工作打破了 必须要生活集中在市中心 人们未来可能会用游牧的模式移动 未来不一定会有一定要买房的想法 因此地上权除了为人们保持更有弹性的居住选择 另外也让土地有永续活化的机会 房地产科技意识抬头 以科技为辅助 家中或办公室的各式设备 能透过大数据的分析来节省能源 或处理废弃物 或是向共享经济平台Airbnb 将闲置的房间出租 活化资产 或买服务但不买设备的智慧电器订阅制 未来房地产价值不再以空间跟位置 作为单一的衡量标准 而是达到节能 或者是共享经济的效益来彰显价值 让建筑符合ESG 除了经济价值 也具备社会和环境的价值 房地产未来呢 不论从线上到线下 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注入ESG的概念 所以大家这个趋势一定要好好的掌握住 因为我也相信唯有跟着这样全球的脚步不断的前进 才不会被淘汰 而且很多过去不同的产业 如今可能都会跨界进来跟房地产 就是重新组合新的商业模式 或者是另外一种形态 所以呢 我们就是一个 介绍房地产最新商业模式的频道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一定要持续的锁定我们哦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们这是一个介绍风格地产的频道 如果喜欢相关资讯的你 欢迎赶快帮我们按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最Stylish的资讯 以时间分享给你哦 我们下车大量的频道 我们下车转的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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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会这边 我们下车转的盐 而且会发启小铃银子 跟下车转的盐 在这边